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关于2015年的总决赛MEP归属 可以说至今一直是争论不断 那么昨天我也是抽了一点时间 去重摸了一下当年的比赛录像 我却发现了一个之前很少有人提及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轮系列赛转折点 并不是把一个拉拉提上首发 而是直接弃用伯古特 这才是有失对反败为胜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可能有人就要说了 这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吗 其实并不是 因为我们说前三场比赛 勇士队并不是没有打五小阵容 伊格达拉上场时间也不少 场均也超过30分钟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前三场比赛之中 这个伯古特场均上场时间是超过20分钟 但是他每一场在场的时间里面 勇士队都是在输分的 我们先来简单的捋一捋当时这个比赛吧 一开始勇士队的首发阵容是常规阵容 伯古特 格林 巴恩斯 汤普森和库里 骑士队这边是莫兹哥夫 特里斯坦汤普森 还有詹姆斯 向伯特和欧文 然后欧盟是只打了第一场比赛之后 也是因为受伤的原因 没有办法参加后面的比赛 于是由这个马修德拉维多瓦来 顶替欧盟这个首发空位的位置 我们说这一年其实对因为这个勒福和瓦来乔 是因为早就已经因为伤病的原因 提前宣告赛季报销 所以呢他们在这个阵容的调整余地上 也确实不大 尤其是中锋位置 那就只能是由这个莫兹哥夫来担任 我们说莫兹哥夫这名中锋呢 他是一名纯粹的大个子 很传统的一名内线 他在篮下保护篮筐 这个送出封盖 这些都是做的还是相当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说他的防手段 基本上是防不出去的 因为他体型太大 别说是防三分了 哪怕是防中头啊 他也防不出去 那么勇士队这边的这个中锋 伯古特呢恰好是一名 也没有什么任何中央投威胁能力 这么一名球员 然后在篮下呢 他这个对抗啊 也是略微的不如这个莫兹哥夫 所以说前三场比赛呢 莫兹哥夫是很好地压制了伯古特 然后加上伯古特进攻威胁确实不大 所以呢莫兹哥夫 他还能够去兼顾去协防 来冲击篮下的库里格林等人 也是送出了一些精彩的封盖 前三场比赛啊 其实他之所以能够取得2比1领先 乐布朗詹姆斯无疑是手攻之城 这个莫兹哥夫啊 他也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勇士队的教练组呢 脑子也不是白痴嘛 他们看到前三场比赛 伯古特一上场就输分 那么第四场比赛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做一个调整嘛 有些是直接器用伯古特 把这个伊格达拉提上了这个首发阵容 然后是大位里去担任这个替补的五号位 我们说这就是给了骑士队两杯毒药 一杯毒药就是说 你要么莫兹哥夫防出来 来对位我的伊格达拉 要不就是你在内线缩着 看我伊格达拉来空位投篮训练 那么骑士队呢是选择了这个 放空伊格达拉 堵他投篮不准 但是我们毕竟说伊格达拉是一名 外线的NBA球员嘛 你放的太大 他自然也是能够投进一些三分球的 本场比赛伊格达拉是投进了四个三分球 然后这个替补上场的大位里 他跟这个库里这个挡拆顺向的 也是骑士队所没有能够解决的一点 于是这场比赛是勇士队取得了胜利 最终是搬成了2比2平这个总比分 然后第五场比赛呢 骑士队也是选择了一个辩证 是也是弃用了莫兹哥夫 莫兹哥夫这场比赛只打了9分钟 然后是用这个杰亚史密斯 长时间的去顶替这个莫兹哥夫 在这个五小阵容之中呢 是由这个特里斯坦汤古森去打中锋 然后其他四个人站在外线 我们说这个辩证呢 就是要跟勇士队打对攻 但是我们说这年骑士队 他能够自主发起进攻的 就只有勒布朗詹姆斯一个人 那么去跟这个人人都能持球 发起进攻的这个勇士队打对攻啊 这无异于是一个自寻死路 所以说第五场比赛呢 这个骑士队又是输掉了 那但是这场比赛啊 骑士队摆上了一个五小阵容啊 伊格达拉在三分线外的出手 机会就没这么多了 他本场比赛呢 也是只投进了两个三分球 然后是在第四节啊 骑士队是对伊格达拉使用砍杀战术 伊格达拉是发出了一个七发一中 也是险些让骑士队给追上了比分 幸好是库里在最后时刻 是一人包办了球队最后的七分 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 那么第六场比赛呢 骑士队啊 因为第五场比赛 他们打五小时输了之后啊 第六场比赛是摆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 又是给了莫茨基夫大量的上场时间 然后是继续选择放空伊格达拉 我们说这场比赛 伊格达拉总共得到了20次的出手机会 然后还得到了10次的战术方规罚球 但是我们说伊格达拉用这么多的进攻机会 他只得到了25分 我们说 对于一名面临的防守压力并不大的角色球员而言 这个得分效率明显是属于偏低的 是吧 这场比赛呢 勇士队最终之所以取胜呢 还是得益于库里第四节比赛单截13分啊 也是帮助球队锁定胜局 夺得总冠军 而骑士队这边呢 达到最后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体力不支的原因 这个轮转换法啊 确实是有点跟不上了 毕竟这个我们又调侃说他们绝地起武士嘛 然后这个 湘伯特还拉上了这个肩膀也是带伤作战 所以说这年骑士队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可歌可泣 当然了 我们话说回来 我们说伊格达拉这一轮系列赛 他在进攻上的这个作用 他扮演的这个角色 你别说是伊格达拉了 哪怕是你换上二个达拉 换上三个达拉 换上谁都一样 就是站在三分线外 等待这个空尾投篮就行了 我们说这轮系列赛 伊格达拉投键的三分球数量确实不少 但是他没有一个球 是自己自主进攻投键的 他这个系列赛 进的所有三分球都来源于 这个队友的这个助攻 我们说 这样一个角色定位 换谁来都一样 伊格达拉是成为了这个幸运儿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黑伊格达拉是吧 伊格达拉在这轮系列赛中 他的防守端 他这个贡献还是挺大的 领防这个对方直球人 然后预判对方的全球路线 这些方面都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我们说 一名角色球员 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他就该拿FMAP吗 这个呢 我也不发表个人意见 因为我毕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是吧 请大家来畅所欲言 以上的就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